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皇杯是冠军赛马日出马最踊跃的一级赛 香港主队有应隔香港杯冠军欢乐之光 香港平盟主时时精彩 和打比大赛投马添满意应战 而日本马方面 其中两匹雍庸白河和迪雅卓都曾经来过香港 并且展示过实力对香港主队很有威胁 不过今次这两匹马会用上不同的配搭 可不可以发挥同样的威力呢? 女皇杯的途程是2000米 讲过路程和跑法 在今季赢过这个香港杯 又有欢乐之光 大家都知道 他和马克罗斯两兄弟一定是要放在前面走 结果这场赛事 现在欢乐之光就排在马克罗斯的内侧 对于这只马来说是否有很大的帮助呢? 那这个七档 你计计一二三四五六档那些马 都不是快的 那就是等于一档 很容易就抢了出来 埋难的了 至于他的难兄难弟 会不会走来烧他呢? 马克罗斯呢? 那就不知道 但过往试过的 如果欢乐之光排到内侧的那个 他出习顺利 应该都是他带头的机会大一点的 但马克罗斯也都精了 学精过 跟着他呢 双双受益都有 那说回这个状态 看到欢乐之光好像 曾经在国际赛之后 那个状态好像沉了一点 是 回到现在四月底 会怎样呢? 这次隔了这么久没有跑 期间呢? 他有三个大闸 你看到这些大闸呢? 一货比那货的 最近那货呢? 那大闸呢? 你知道拍着那些马克罗斯呢? 他完全顶不住 这些马呢? 要有火才行的 因为这些马呢? 要在前面走呢? 要逗住呢? 你没有那么火气 一路那么聚着呢? 那些马呢? 不是这样担着那瓶子走呢? 他捱不了回来的 他跑完金杯之后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赛程 给他 帮他休息一会 我们也是准备这场去跑 所以就 这场之前 都给了三个集去试 那他每个集都试得是理想的 那就是 因为他怎么都试千二 试千二他不能放得到头 所以他都是在后面 不过他上来的气势都很好 到跑的时候 都是要看一下档位 因为很多朋友都问 放不放 看档位 因为档位是可以说 主在一切 因为如果档位是好的 我没理由不放 对不对? 这样就看一下 视乎档位 三只马之中 会不会 譬如说欢乐之光 反而是秤高一点 欢乐之光是唯一 就是他需要 靓档 摆前走 他会比较好些 他留住 不是说不行 不过就 应该是放头会好些 罗库泉 现在真是大赛练马斯 除了有五岁的 欢乐之光之外 一对四岁的马 打给冠军 天满意 和达隆 其实两只马卡士差不多 是的 现在来到香港 都赢了马 来到香港 似乎天满意 顺利一些 天满意的马 都是很熟 很熟的马 你不要看他四岁 其实他都不会说 进步得太多了 已经这些马 他都跑了很多 基本上 你知道我 什么时候 都是看高天满意 一平的 那个级数不同 但现在你看看两只马 好像相差 都是很微的 两只马 我觉得有些不同方向 天满意 二千就好些 达隆区 二千四可能 再长些 是的 第一次去面对连长马 这样 我只可以 要做一只马 是去飞去跑 这样 天满意上个星期 试过一集 都是试得理想的 天满意 他都可以说 有一段很强的犬径 可以给大家看的 他这也是一只不错的马 达隆区 他早两三个星期 都跑了一场 二千都跑得很好 他是要档位好些 他也是均速些 不过他都 一路一路进步 应该是不错的 其实两只马 都很好状态 是去跑这场赛事的 那如果达隆区 譬如说达隆区 会不会说 比天满意 多跑了一场 会不会撞 譬如说 反而现在达隆区 的情况会好些 都是差不多 因为我 天满意都像这一集一样 这样就 其实两只马 的形状都是 保持得很好 还有离得很好 两只都是 女王杯 今届评分最高的一对马 其实都是高东尼训练的马 马克罗斯 上季战争很厉害 到了今季 时子精彩 好像威一点 赢完香港平之后 再连赢两场 但是称赢就是 他和马克罗斯 都隔了比较久 没有跑 两只马都是跑完 金杯之后 直去这个女王杯 隔了太久 对于马匹的 进展的状态 有没有影响呢 那他 虽然隔了久 没有跑而已 但是你现在 很轻视杂的 好像这些 马克罗斯 那样 早前都觉得他 都不是很特别 你知道我看惯 看熟这只马 最近试了两个杂之后 又见了马克罗斯 那条颈子的力 会连来 即是不同的 那种状态又回来了 是啊 所以醒了 但是如果 马克罗斯的状态 回来了 早一段会好行的 他给压力 赢落之光 会不会这样呢 不怕你 高东尼还有一只 时时精彩 这只 快的胚帧 对他来说 还不错 对吗 对 所以要留意一下 这对扣女 在暴触形势之间的互动 我非常感兴趣 我非常感兴趣 Gate6 因为我认为 准备 磨得 他会不会被困难 他不会被困难 他不会被困难 他会被困难 他很感兴趣 他会在外面 他仍然去到阶子 从Gate10 我没有 没有负车 这辈子 他们都在这次 是 How have they like these two horses pull up after that well they both pull up very good from the first one which was for Exalton with the gold cover which is about two months ago, you know, that's a bit of a long layoff really Probably next season. We will probably stick elsewhere with Exalton because two months in between is too long a time really, but I reckon he's with his better trials he's had and I reckon his condition is It should be there. I would like to see a horse racing constantly, you know, then you see the real fitness of the horse What I see right now, he's a real 2,000m horse, no matter what kind of going it's going to be I think he handles any going of this horse and I think he's still ready for this race Well, the女王杯当中的四岁精英, don't forget that there is夏威夷 Well, it seems to be a very clear choice by the other two, on the field is going to be a crash But the other one, the other one, the horse's strength actually is not going to be like天滿意,达隆驼 that is so strong You can like this for example Like, for example,夏威夷, he is in the North America. He's in the South America. He's in it, the space is going to be huge Yes, this one So the other one is 4, and you're 2, to go. It's going to be high It's going to be high But now it's going to be high 相对于马来的锐气 他不会输给你 你知道打比那场之前 我对马的状态丁丁怀疑 他比不起24、27号那两货 但是这次不是 这次夏威夷的状态 一定比上那两次好 马越来越胀身 拍着也神难气定 打比他有些折扣 也只是输很少 这次刀位也不需要折扣 状态更好 那不同的说法 这些刀 八刀 你还怕莫莉拉 不懂得取位吗 这些是什么骑士 他最后开始 我认为他掌握了一点 他在某程度上 很快的赏赏赏 有很高速的赏赏 赏赏赏赏赏速度 他找到了某程度 很困难 他并不可以继续 能继续继续 在那时 从那时 有些改变 我认为他车 不太快 速度 他可能会继续 他可能会有很多 一切可以助身资金,可以成功一次资金。 你会中心有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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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ym资金, 网普也合作 version4年 Buter Всем资金 aussi比较多的。 你会 Nvidia methodology, How can therapist Winick As- strap против Golden Goals in this competition? 他弹eniz失敗了 cont以 rating, 使水 fail结合5位。 但我们的四岁年龄一直在这场赢得很严重 可能因为他们从达比赛准备的背景 因为他们在家赛赛赛赛赛 所以他们有好处的利益 希望家庭组织好 这届《挑战女皇杯》的外队马当中 有些很熟悉的马匹 其中两只日本马 雍庸白河和迪雅卓都在今季的国际赛来过香港 也很有威胁 香港杯也是力逼主队的马匹 他们现在的进展又如何呢 如果你看迪雅卓在杜拜操地大赛的第四 真是可憐 入到直路困在内档里 搞了很久才出来 其他主要的对手都走了 短短二百米多一点 撥到上来前面 这马匹很厉害 而且我们也说了 香港杯那场输 对于李慕卓中段的处理真的差那些 其实我也觉得他应该赢到寬堂之光 今次来到 之前那两招看他的神速 因为他已经跳了 他真的还能保护 很厉害的 而雍庸白河 香港平 记得我们历赛前也说过 二千四是否有点担心呢 结果真的发生了 就是了 去到二千四的时候 过了对手 比时精彩过了 真的差一点就差一点 但是不要忘记 今次跑他二千米 他正宗路程 那个威胁会更大的 但是这两匹马车的配搭也有点不同了 雍庸白河里 香港跑香港平那时 就是摩尔拉跑 但摩尔拉这一场 他自己要骑回主任马房的马匹 不可以为他效力 迪雅卓在杜拜也是摩尔拉跑 当然也是不能跑 现在李慕华就不能来香港 那不是当地有大赛 现在没风去骑 那我如果没风去骑 迪雅卓坦白说 你问我自己有点担心 因为这些马不可以太放松 你不可以太放松 要早点叫他走 这点是我少点担心 但是雍庸白河 虽然没有莫雷拉 是莫艾成骑的话 一样是硬工骑斯砌上来 我觉得都要看着他的 基哥觉得神货 看到这两匹马的观感又如何 这些马 他们都能征惯战的 又来关来熟 看上去都没什么不同 很舒服的 看上去都完全没什么 情绪很安定的 这样就可以了 跟十二月那时候 真的没什么大分别 真的没什么不同的 甚至他一直这段时间 从十月到现在四月 他去过其他地方跑 都是保持得这么漂亮的 那就是能征惯战的对手 都是要值得提防 是他们先的 都没想到 我这些驾驶 都可以帮你 是这次走过来 这次走过来 是很短的吗 不是很短 是很短的 很短的 这三百分之后 很短的 两千米 是不错的 他今天去做了什么 你今天会做什么的工作呢 还要做一个航行的连接航班 那怎么回事从日本到香港呢 我只想一辈子而已 我非常心疼 因为是两次之后 因为今天是两次之后的优优 全都是不同的 另一批日本代表 胜出光彩未来过香港 第一次来到香港参赛 神科都见过几招 基哥觉得这匹马怎么样 靓样 脚长得靓 不过情绪 不是很安定 稍微 轻轻陌生一点 四围望 一来到跑完停过来 四围望 可能都是第一次 远征 对环境比较陌生一点 计算 过往很多时候 见到日本代表马 赢完中山纪念赛 跑完中山纪念赛 来香港跑 是不是那个跑法有点近 中山你跑1800米 出阵不久就转弯 和香港跑2000米 那个进程差不多 又转和蔡奇甲 中山纪念是2月尾 跑到现在4月中 中间最多3月就跑少一点 所以过得来 这个都见过 中山纪念赛 中山竞马场 跑转右就是转右 不过那些上落很多 就不止沙田马场 沙田马场就平路 那他跑中山纪念赛那场 他的关上跑法 跟在中间是最好的 就不能够跌得太后 但是带头又不行的 就是刚好要拿中间位 他进到直路过几只马 他就不是说那些 揣竞加速力特强那些 就是如果你说加速力 迪瓦卓就应该好过他 那现在中山纪念赛 他赢了那些王子丁 绝靓之鹤的对手呢 我暂时有少少疑问 是否到我们香港 女王杯这些级数可能会差点 海外马中还有一批英国代表 远近持鸣 但是他也是一批英国 惯了精箭的马 没错 有收看过我们月阳直播的朋友 大家一直紧贴的 更加熟悉他 因为参加过叶新打比大赛 当时跑第四名 巨英柏翼那一届 跟着大致上他在本土 因为进步很多就不是 就是整天都可以跑到 这三至五名的名次 虽然虽然虽然 好了最近就去了澳洲跑了 跑这个难威錦标 去到澳洲在西德尼 那场马就跑得挺好的 第一场落地在澳洲 就跑第二 用了领放的方法 但是第二就输得挺远下 因为第一个匹阿菲利赢了 还有那时候跑大难地 好了上一次就对云斯先指了 以利沙伯錦标 跑到哪里 起步没来我们就知道了 肯定会来香港 因为那场马拖在后面 力都没有用过的 我想安排上部署上 这场马是他目标之一 不过就够不够赢呢 我有些保留 因为始终都是了 跑法上他是均速 加速力不算很强的马 要三次阵明不难 但是要赢了的话 可能就会差点 都很冷本来的 那如果他均速一点 说真的你计速度 他一定够我们那些放头马 宽乐之光马克罗斯这么快 加上排了个外档 如果他说我想跟回四五位杀 迫来其实都会有些难度 是有些 即是进又不是退又不是 他的处境会是 好 总结一下 今届的女王杯出到十三匹马 也有很多很有实力的赛区在那里 如果称现在计算当位的实力 基哥你觉得哪一匹马最看好 我结合那个进度形势 我就比较喜欢夏威夷 如果再选多一匹 就是说能力的 都是要回时时精彩 是否都是因为预计了 或者今场都应该是一个比较快的步骤 还有时时精彩 已经不仅是马如前四 你都知道 是吧 他很全才 现在已经熟到 这个跑法都挺激动的 已经很聪明了 浩然呢 浩然有看到哪些马匹 其实主队我喜欢时时精彩 都看到已经摆定马克罗斯在 应该是这样安排 但是日本相似 我真的说放下了 相似就是雍用白河迪亚卓 那两匹呢 其实在我眼中差不多嘛 应该是滴亚卓高一点点 但是由这个配搭上呢 武风我对他的信心没有那么大 所以如果两只排上来呢 雍用白河会排前一点 因为始终跑回2000米 跟2400比较呢 2000他还在行 他的威胁会更大的 再加上了 这里日本马一匹排了四档 一匹排了五档 好档位 沙田跑2000米 始终就是你排在这些内档呢 在沿途蚀位的机会就低很多 形势有利很多的 难道好像夏威夷跑打比那样 整个14档 真的够了整股了 是的 星期日三项的一级赛 真是以女黄杯这一场 就是最势均力的 最精彩的 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星期日的冠军赛马日